杭州萧山戴村镇的马鞍山上 徐师傅回看监控时 还有些小机动 2017年开始 他在这马鞍山上承包了一块地 种菜种果树 还养了不少鸡鸭鹅 昨天早上我来的时候 本来我过来 每天早上过来喂鸡的 喂鸡 几只鸡肯定会下来 我一上来 它就过来 我上去一看 一只鸡都没有 那我想想肯定有问题了 这个事情 那我就去查监控 查监控我就看 怎么有猴子 我也奇怪 这边附近 从来没有发现过猴子 几只鸡呢 它过去以后呢 我看看 它把鸡全部都赶出来 鸡飞狗跳的 狗也叫了 鸡也飞了 监控视频里 有一只猴子走进农场 站在石头上 啃着一个果子 还和农场里的这只狗 对峙了一阵 这边呢已经摘掉了 这边呢没摘 只有现在这几个了 它肯定来过来 早上还没过来 那你上次看到它 是在哪个位置啊 它在这个上面 树上面 在这个上面里面 昨天我看到 它是站在这个树上面 吃果子 昨天这种 这种没有呢 这种都是桃子树的这种皮 上面还有呢 这种呢 这种呢 你看它个头有多大呀 个头 一般 这个猴子应该是属于大的猴子 不是很小的那种 比起你的狗来 比狗大 接着来到农场时 是上午十点多 徐师傅说 猴子前面应该又来过了 就那边吃了桃子下来 应该是 嗯 你觉得桃树吸引力很大 嗯 好 差不多了 看一下 挺 好 就是有一个动物 从这个山上下来 看刚刚是从这里 跳下来了 一个一个动物 监控显示 采访当天早上 就在徐师傅离开后 大约十分钟 六点四十二分时 有一只类似猴子的动物 从山坡上跳了下来 徐师傅说 它的鸡都在山上散养 目前还没有统计出来 有没有损失 那如果比如说 它这个桃子吃完了 那下面橘子都有 嗯 那它吃橘子了 到时候 等于说都个 它不是说吃掉 全部糟蹋掉了 这种东西 嗯 能不能 能不能有这种办法 把它赶掉 赶赶赶走 徐师傅说 这猴子机灵得很 在这山上 钻来钻去的 自己也不知道 怎么对付 记着联系上了 杭州市森林 和野生动物保护服务中心 情况的话 那边当地也掌握了 然后就是后续的话 可能做一些防范吧 呃 因为它那个 出没的地方 就是 是一个山上 如果是他们发现 有那个猴子 可以多几个人 去进行驱赶吧 然后另外的话 可能看能不能装一些 感应 类的那种暴警器啊 这个猴子是一直生活 在这个山上的吗 呃 这个还不太好判断 靠租记那边 然后是有山 然后那边也有 那个猴子分布的 就是那个猕猴 我们杭州这边分布的 主要是猕猴 呃 这个就是 跟峨眉山上 那个猴子是一个品种吗 呃 对 属地戴村派出所的 民警表示 会帮忙联动相关部门 一起想想办法 采访时 我们也在徐师傅的 养殖场地里 对着桃树的位置 布置了一个监控探头 预知后事如何 且等下次猴猴现身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